我們繼續看看訪問的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就問Robert Paulin Bob就是Robert Can you help us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shock of coronavirus? How severe will the social economic impact be? And who is likely to be most affected? 那你可否幫你了解這次新冠病毒對經濟的衝擊有多大呢? 以及哪些人群受到最大的影響 Robert Paulin 就將這個和1982年的歷史紀錄做一個比較 那在1982年的時候 總共在因為那時候的經濟卑微 總共申請救濟的人有65萬人 這個指美國那裏 這個訪問就是在4月14日訪問他 所以當時他就說現在大約是有 二千幾萬人 二千幾萬人 那就是受到這個影響 使得他失業 那麼就看回那個比例來講 當年那個比例 就是在1982年的比例 那個的申請失業 就是佔他們的工作勞動力之中的0.6% 而用回他4月4日的數字 這個已經佔了美國的勞動力的大約是10% 換句話說 這裏將近一大約是10% 而以我當時來說 他的總共失業人數是一千六百八十萬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美國已經不止了 換句話說 影響到現在的失業率 所以用回現在的數字 大約是20%的美國人是失業的 而這個失業人之中 打擊最重的就是那些服務行業 因為餐廳和子女服務行業 很多都被迫要休息 因此他們這班人 很多人工是非常少的 現在大部分是靠拿貼士 所以在美國如果去餐廳吃東西 你不給貼士 那你根本就等於剝削服務你的服務員 因為那些服務員基本上是沒有人工的 他們差不多是零人工的 全部是靠拿貼士 因此在美國的標準 你大約要給30個貼士 你吃10元給3元貼士差不多了 我們這裏的服務員是有足夠的人工的 所以我們是不需要給貼士 你給他當然開心一下 但是完全不給是很平常的事 那這就是不同的文化 那在美國就是那個貼士最重要 而這班人現在是口庭手庭 所以影響最大的就是這班人 在美國的死亡數字裡面 有七成是非洲裔黑人 其實美國的黑人的比例大約是百分之十幾 但是現在的死亡數字是來自這個低下奸層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 其實打擊最厲害的就是他對那個低下層 所以回答了一個問題就是 是否嚴重呢 非常嚴重 他現在在1982年那個 是大約百分之六的人失業 已經很大件事了 今次現在說的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百分之二十人 沒事做 而這班人呢 就是手庭口庭的 所以難怪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出來抗議 所以說要解除居家令 讓他們可以重新工作 因為很多人真的抗議不了 這個現在就是對美國最大的問題 所以看一看 北京去年紀錄 有所謂的 說不定 其實是要憑回家 這個 充電